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,猫咪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 一般人们不会伤害猫咪 人们经常会说猫有九条命,不能让猫接近死人的说法 之前老外也用实验证明了,猫咪有九条命的说法是假的,没有科学依据 那为什么说猫不能接近死人呢? 有人说猫咪跳过尸体时,尸体会突然直立起来,就是所谓的精致现象 这到底是迷信还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?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,确实会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猫身上有巨大静电达到两万多伏 看着视频中的气球,你就知道了 人在死后一小段时间里,神经还有传导功能 身上还存在大量理解 猫咪经过时,身上的静电会和尸体上的生物电流产生冲突 所以尸体会直立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猫咪不能接近死人的原因 其实有时候,很多东西根本不是迷信 科学研究会给出结论的 看完之后你懂了吗?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